南昌站上蓋後,回到另一邊,南昌村在中間 然後有一條天橋 你下次把圖片貼出來 Janet不知道在哪裡 通州街 誰認識,是你熟 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海灘街、衣局街是哪些 通州街 誰看到你的手怎麼擺放 鏡頭上,你是這樣 都不知道 V-Walk是最海邊 警方記者會都有圖示出來 我不是警方 最開邊那邊就是南昌村 V-Walk,南昌站 再下跌就是深旺道 南昌村 過了南昌村後,有一條天橋 在那邊,天橋底 那條街就叫通州街 那條通州街 單方向走 通州街下 不要再說了 你已經說了六條街 有人會忘記了 通州街下一條就是海灘街 海灘街就是衣局街 衣局街下一條就是荔枝角度 不用叫人說回圍示 你說得齊發剛才那些街 我都當你贏 那裏又說回來 有個新樓盤在那裏 愛海仲 跟愛之戀有沒有關係 你要問誠哥 愛之戀是不是荃灣的 我不記得 我不懂 我都覺得香港人改名字 改到出神入法 那些郵差更厲害 看到盤,他們就知道在哪裏 那女生問你 你住在哪裏 愛之戀 有沒有意識 不要直接的 愛之戀 怎樣 我住愛之戀 還說 因誤會而結合 其實上個星期我也想 因為他剛剛開 由那幾天開始 街頭街頭都全部是經紀人 走過不論你是18歲的婆娘還是80歲的婆婆 有新樓盤 有沒有興趣看看 你知道我 我有時間時間多 我其實很想去玩 贏人能夠贏到其他人 往往有六成是因為他時間多 真的 他留本的Promotion 不用好 坐擁前後無敵景觀 前面可以看到海景 後面在獅子山 你在暴動現場 抗爭現場 你不要說坐擁前後也有景觀 因為前後真的有景觀 Police Officers 我看到在網上還有說 賣廣告 2分30秒就可以去深水湖餐館 現在沒有人不賣了 吃煙多 吃煙多 我今天說要 那邊就是 近一點 最近有一間新食市 海灘街 這個街已經是舊一些 這十年八年都有的餐廳 現在說的是新那邊 新那邊是什麼呢 就是在天橋蒸蒸下面 現在變成我飯堂 我一天起碼去兩次 你這麼厲害 第一是什麼呢 吃早餐 天橋下面是指西九龍走廊 高速公路下 在下面 Janet你可以開第一張照片 下面有很多南亞裔的人 以前是 因為以前有很多的舊電視 舊電視 舊電視比舊電池更好 以前在醫局街上有很多 現在建了幾棟新樓 外海仲 或者有兩棟 那些不是匯甩的 那些叫什麼呢 我也忘了叫什麼名字 有兩棟在那裡 全部收回了那些舖位 現在是完全一間 好像只有一間還是兩間 零丁一兩間 以前是整條醫局街 由桂林街到陰州街 那一段都全部是賣這些舊東西的 那邊就慘了 那邊就不止Double Parking 是Triple Parking 你一個旁邊外面有一輛貨車 貨車外面還有一輛貨車 你開車你真的不行 不知多久才能走過 因為那邊是三線行車 但只有一條線讓你走 有些的士又要跟私家車爭路 那邊是很奇怪的 其實那邊呢 就是在陰州街角 你一轉彎 燈位一走過去 就已經是了 這個是不是像 我其實沒有看過 看過間中有些片頭 毛氏那套金蕭大廈 還是金蕭大廈 我連那個名字都忘記了 就是剛剛做完那套 就是剛剛做完沒多久 誰唱的呢 原唱是誰 另一種混味 另一種是不同的情況 他聽一首歌 而他配到這裏 這首歌很紅 因為他經常破片段 都會出這首歌作為背景 應該不是這裏 我意思是像那個年代的氣氛 其實這家公司開了七八個月左右 我看著它開張 它開張第一天還有很多花牌在外面 是今年2019年2月份 我看到它開張 看著它開張 在農曆新年前後 是那時候開張 那是什麼呢 其興這家公司 原本在哪裏呢 原本在傅昌村 傅昌村在哪裏呢 是南昌村對面 哪裏都記得這些東西 我告訴六角神 傅山我就知道 戀房嘛 不好意思是有傅山村的 但傅山的確是一間戀房 原本是開在傅昌村那邊 可不可以看到這邊 位置好 就開了在這裏 我開了半年 他說客人從傅昌村都會走過來幫忙 因為他在傅昌村原本是有一間 他家人他爸爸媽媽 現在第二代叫接手 他爸爸媽媽也退休了 他又從那邊搬到那裏 我一天去那裏兩次 吃早餐 第二次是什麼呢 吃夜晚飯 因為我 吃鬼佬的那些 吃完飯有杯咖啡 有杯茶 我每天吃完飯之後 他就11點半關門 10點半之後 就沒有熱夜了 只剩下冷夜了 所以我一定是10點半之前 下去買杯茶酒小甜的 然後就上回去 因為我那時 我工作的黃金時間 11點開始之後 沒有人吵我了 那時一邊喝奶茶一邊工作 所以我每天最少去兩次 有時下午茶沒有東西 星期六星期日 星期五不用上班 吃完早餐 下午茶沒有東西吃了 原唱是蔡琴 蛤 不是陳八強 真還是假 我也記得是陳八強 可能 我真的不確定 現在 現在他是新一代人 對上網那些好 這首漢 橙紅嫩舞 益花底錯道逢 應該是金燒多珍重 眼睛水頭淚湧 痴仔恨月朦朧 不是吧 不是嗎 不是蔡琴吧 蔡琴和崔瓶 嘩 嘩 那個 是這麼久了嗎 是廣東話版 你不要說是潮州版 妹妹 家健康那些不適合 哈哈哈 他真是走起來了 真是美國大佬 因為譚嘉儀現在 他的演繹是哀怨 那個成份是重很多 而且差不多有一點清音的部分 而且他掌握每一個音 配合那個字的時候 那種通透感 是將哀怨加重了 詩歌舞階就是這樣演繹 咦 金燒多珍道真是說是蔡琴翻唱的 蔡琴翻唱 翻唱即是原唱是誰 不是啊 人家說蔡琴是20世紀 有國語和粵語兩個版本 五六十年 國語原唱是崔瓶唱的 1956年 粵語版本是1982年 陳伯強演唱的 2019年 譚嘉儀唱出另一番的味道 我剛剛也找到了 崔瓶是誰 崔瓶是 小崔瓶而已 崔什麼瓶 對 不關小崔的事 那個是瘦一點的 哈哈哈哈哈哈 看到這個名字熟口熟臉 我以為是小崔的 你知不知道小崔跟我住過 陳伯強那首金燒多珍重的廣東話版 是鄭國光老師填詞的 崔瓶那首是馮馮三填詞的 1985年是嗎 82 82年 我剛才應該是中二 我很小時候聽 我也很小 你也很小 我為何喜歡去這裏 在那裏打凳 為何叫我做了我飯堂 打凳 為何我喜歡打凳 它裏面又很光亮 很開揚的 你看見嗎 窗口邊 有兩個卡位在那裏 後面有一個沿海 一直很深 這間餐廳很窄和很長 現在你看見是窄位 很窄的位置 一直深深到整座大廈的後面 整座大廈打長 就是這間餐廳的大小 以前是做甚麼 因為那裏我經常過馬路 以前是在那裏賣海鮮的 在那裏 後來沒有賣海鮮後 被他頂了來 重新裝修過 因為他說 我都做了幾十年了 他知道怎樣去經營一個茶餐廳 茶餐廳 大窗碗 這些簡直是 很多人 我很喜歡 在維納 都是喜歡在餐廳 大窗碗 可以看到街上 自己靜靜地在那裏喝杯咖啡 想想 那我上個星期 簡直怎樣呢 下午沒有工作 想想 今天熱 開冷氣飯碗 拿著用盤子 夾著用盤子 就在那裏 就在那裏 現在真的方便了 因為當你的盤子 可以做很多事的時候 你看到我 周圍都持續著 現在有人坐在那裏 坐在那裏 我坐在那裏三個小時 我做事 那天你問我 快點搞定吧 我就說 很忙很忙 終於做好 就是在這個卡位裏做好 那份工作 昨天放完工、工作後走回去 其實我那裏有幾間的 要不我經常去馬仔記吃雲吞麵 再不然現在可以回到 馬仔記那裏也有嗎 馬仔記是分店嗎 九龍城街市是馬仔記嗎 不是,也是吃雲吞麵 九龍城是樂園,是茶檔 不是,樂園是茶檔 馬仔記不是茶檔 都是在那一層的 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 不同的檔口 我不知道 我在海壇街和陰州街交界 貴人經常在那裏煮飯 那裏有一間叫馬仔記 馬仔粉麵就是九龍城 馬仔記客家菜館 不是,馬仔記粉麵 撿了 撿了,沒關係 馬仔記粉麵是九龍城市政大樓三樓二號鋪 那有沒有另外一間在海壇街和 馬仔記,黃竹坑 不是,深水埗馬仔記粉麵餐廳 深水埗的確是有 我一個星期可以吃三次 我想告訴你,九龍城也有一間 這間我也不知道 昨天走過 有什麼食物呢 在想在哪裏 突然看到,外面有一個陣在那裏 這是什麼陣呢 因為平日是沒有的 後來我再進去跟阿昌哥 老闆是阿昌哥 你搞什麼? 剛剛弄了兩天 這兩天我晚上都沒有走過這一邊 是搞什麼? 煲仔飯 咦?秋風起 現在11月了 煲仔飯 我今年還沒吃過煲仔飯 你很厲害 你一次過吃,做評判 厲害到 吃了幾十鍋 二三十鍋 二三十鍋煲仔飯 很辛苦 其實真的,如果要吃過一鍋 因為要在短時間內吃 因為你才能比較 否則你的記憶是會消減的 但這個一定肥的 所以我做這麼多運動 仍然中央稍稍失控 我真的拼命 我看到這個 我今年還沒吃過 我11月回歐洲 下次回來我已經2月了 我幾個月回來 不如先吃為快 雖然天口還沒太多 11月 但先試試 下一張照片 麻煩一下Janet 你見到了 阿昌哥 高的是阿昌哥 事頭是老闆 那個是專門 一間茶餐廳 你不要小看他 這間茶餐廳 廚房間養了幾個人 我嚇了一跳 九個 沒有那麼多 六個 六個師傅在那裡 算是十幾個月低 算是厲害的 六個人 然後是海哥 海哥是背心角 專門是所有煲仔飯 都會出在他的手 你看到橋下 就是橋下 你看到斑馬線 一個馬路旁邊就是 剛才看到他有推介 對面有公廁 那不是公廁 那是以前的臨時街市 現在沒有用刁空 臨時街市 我真的不明白 政府經常說沒有地方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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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一直在做 有空調 專門買蔬菜和肉類 不是 就被人住 以前是臨時街市 為何現在招空了 沒有人去 因為北河街市 就是這樣 然後有人說 喂 是不是不人道 天橋俠劍 之前有多少道友在那裡 你再說一次 之前有很多特殊癖好的人士 對不對 道友就是道友 我告訴你 你也說道友住在那裡 現在安置居民住在那裡 正正經經地找一些平地 因為真的 那個感覺好不好 因為我以前知道 我當記者的時候 為何有些洗字區 臨時房屋 真的要在空曠地方 因為生活環境 他們一定是比較合窄 你再在天橋底 壓迫感 像是露宿者 像是在陰暗的角落 安置一批人 在政治上是錯的 因為你給人的感覺就是 你真的看不起他們 所以大家記下所有臨時房屋 都是披一塊大空地出來 建一些兩層高的樓 一定有陽光充足 那那裡肯定沒有了 是橋底 再加上一件事 他們沒有洗衣機 即使有洗衣機 他們也是浪出來的 所以天橋底如何浪出來 要想很多東西 因為這間店鋪隔壁就是洗衣機 20元洗一機 對於竹琴見爪的人 20元也是錢 他們自己花 那是自己花的 但你不知道這個地方 我自己在天橋底做了一些事 你見不到陽光 尤其是天橋兩邊的樓 很迫近 其實是陽光照下來 聯合國有一個樓 為何有一些樓 日光照射 為何有一些樓上要斜的樓 不可以遮住陽光照下來 這是映國以前的建築條例 即是有些天井 總之要見到陽光 對 所以從這條方向去想 我覺得 就算怎樣沒有地 對的 你會令人更加自我感覺卑微 因為我看到他臨時街市 刪了十年 十年就刁空在那裡 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抹花 有些街坊福利會 有些民喻小民喻中心 譬如鵝頸橋下面 那些是對的 甚至乎小童群益會 會給他一些活動室 因為他不是住在那裡 他在那裡活動 因為以前很多導友 幾塊板有張靈蟲床 就在那裡聚居 為何說他是導友 我不反對用這個字眼 OK 他說他是導友 那裡一群人 晚上兩點去踩單車 這麼多人 這麼喜歡去運動 踩單車 教課 就是有警察走過 我踩單車而已 沒事 警察轉過面 到處走 因為他們不見得光 所以覺得陰暗位是適合他們 所以我們安置一些草根階層 我們應該避免 推他們的陰暗位 對 陽光這些應該可以 不是那麼奢侈 可以擁有的 說回來 前面放了一個蟲床 我說 有什麼東西吃 看清楚蟲床 請問蟲床 蟲床 蟲床是怎樣鋪排 即是幫他們 飛奔 我叫蟲床 有幾個球 很簡單的 一個的石油系統 駁幾條分叉 一晚上 差不多用光了 可能用兩三光 我問過他們 我開了多久 因為這兩天我才見過 剛剛開了不太久 現在算起來 大約開了一個月 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還是熱的 二十七度 二十多度 夜晚的時候 他居然說 我今晚買了四十鍋 你看到人家穿著背心 裡面的顧客也穿著短袖衣服 今晚都可以賣到四十 他說不是周末 前日周末 過一百個煲仔飯 我說你行 如果這樣 我肯定 他說現在慢慢慢慢 幾千一煲 一會兒會解說 然後 昌哥就說 慢慢慢慢 現在有些人特意開車來吃煲仔飯 我說肚子響了 煲仔飯 我說煲仔飯不太好 也不是經常常吃 我最記得有一次是尖尾的Macky 帶我去廟街 那裡排了九個字才能吃到 那間廟街很出名 在廟街那裡 是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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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是興記 我去試過 我也覺得是興記 我去做一個評審 有個教本 我說好 拿餐牌來看看 下一張 可以放大一點 時令煲仔飯 58、68 加8元還可以有冷熱飲品 是嗎 先看看 臘腸排骨 臘腸滑雞 不菇滑雞 薑蔥爆牛肉 臘味飯 油鴨腿 士汁魚腩 蒜蓉鮮油 蒜蓉鮮油 薑蔥豆舌 這個最不值 豆舌 58元 68元 是豬豬排骨 這是菜 這不是飯 是嗎 還是豬豬滑雞 只是有雞 不是純粹 這是菜煲 這是煲仔菜 上面是煲仔飯 是嗎 我想是 如果是這樣 他說是時令煲仔飯 我猜下面是煲仔菜 因為豬豬排骨 豬豬了 飯就吸收了 我認為是 58元一個底 比廟街便宜 兩三年沒有去廟街吃 我兩三年前去廟街吃都不像這個價格 是嗎 嗯